《港區國安法》在香港生效超過一年 江令之一為結束一黨專政的支聯會 昨日宣布基於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轉壞 受到越見激烈和明顯的政治打壓 決定採取兩項策略性防風措施 包括減少常委人數一半,只剩下7人 蔡耀昌、麥海華等辭任 留任的包括懷押或服刑的主席李翠仁、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恆彤 支聯會表示將於本月底,遣散所有支聯會職員 辭任常委蔡耀昌指,支聯會仍然有存在的價值 會繼續以有限的資源運作,暫時不會解散,亦沒有改綱 又強調今次變陣是為了減低成員在港區國安法下的法律風險 成立32年的支聯會,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他的綱領結束一黨專政,女女被質疑涉嫌違法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曾筆點名指,叫囂結束一黨專政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而支聯會舉辦多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在這兩年亦因為疫情原因停辦 加上仍然留任的只有7名支聯會常委,有近一半身負控罪 支聯會可否要像蔡耀昌那樣說,有存在價值,可維持運作呢? 縮減規模,遣散職員的做法,又可否規避法律上的風險呢?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就知道 支聯會未修改結束一黨專政綱令是否違法一事回應 指中國憲法列明中國政治體制由共產黨領導 任何想推翻或持相反意見表面上有問題 亦要視乎證據、行為和言行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就指 支聯會即使縮減營運規模 但仍然維持結束一黨專政綱令 無助減低法律風險 他亦指出,即使支聯會解散,但國安法已生效一年 當局仍然可以追究期間所涉及的懷法行為 而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英國對此有什麼看法呢? 這些組織的存在本身是危害國家安全 因為你的目的是危害國家安全 你推翻一黨執政 那你這個存在性已經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政府有一個正面的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 而任何組織影響國家安全的就應該被取提 一個人以上的合夥或組織都是屬於社團的 那支聯會就不止一個人 如果支聯會變成一個人的公司 它都是可以被取提的 在任何方向下屬其身 став 作詢教你 在任何方向下在拿保入 無量合體 如舍